冬雨綿綿的基隆 更添一份寒意 然而在火車站 廣場區卻是人氣沸騰 慈激之工舉辦 造血幹細胞捐贈宴血活動 前來諮詢享晚秀的年輕人 為數還不少 因為我女朋友是從事醫檢治 她自己之前就有跟我說 骨髓移植 就是可以幫助到一些癌症 還是一些有需要的人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 那如果今天有這個機會的話 就剛好過來捐贈這樣 我本身是護理師 這是原本我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過去家人也有人是起來 所以我覺得 我更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30多歲的杜凡 之前就聽說過 骨髓捐贈可以救人 但自己工作忙 時常要出國遠行 難得碰上自己在台灣 又遇到慈激剛好有建黨活動 說什麼都不能錯過 以前沒有說非常了解 那經過剛的解說之後 讓我對整個流程 有更清楚的明白 如果之後真的有沛隊到的話 我非常願意以出來救助受證者 同樣有很多年輕人 想晚秀的地點則是在桃園 巴德一個社區舉辦公益市集 特地邀約慈激人擺攤 宣導造血幹細胞捐贈 跟捐血超不多的 然後他有要問你一些問題 要你填資料 就在這邊呢 所以你馬上請就馬上 在裡面抽就OK了 很多患者真的就是因為 沒有得到骨髓的配對 然後措施那個 救自己一命的機會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推動這件事情 讓這個愛發揚光大 他配對本來就很難 然後再加上 這件事對自己本身 並沒有什麼壞處 所以就覺得可以做 至少有建黨 然後如果真的配對到的話 當然那有機會可以救人家 年輕人響應公益 一人一份力 力他也力己 大愛新聞之聖美志工 綜合報導